我们作为人本身 应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哪怕算命是对的 也不要相信算命的 为什么呢 把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 即使算命 这个人算得特别准 把你的人生算到了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准 甚至百分之一百的准 你也不要听他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人 你不是别人眼中 已经议设好所有命运的一个人 如果是这样 你太可悲了 你不管整个社会怎么安排你 父母认为你没有出息 国家领导人认为 你是社会的垃圾 或者是你的上司认为 你他妈对不起我的工资 不管所有人怎么看待你 没有关系 坚持你自己的看法 你的人生应该由你本人自己定义 而不应该由任何人定义 哪怕这些人说法是对的 哪怕你父母结论你没出息 符合了社会所有人对你评价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看待自己 一个人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别人是没有办法 你愿意为自己的命运 花上多少的心血和努力 是所有人不可预测的 你愿意躺平了 那无话可讲 听了双命的先生的话 你这个三十多岁之后你就会成为马银 从此你天天躺在家里 躺到了三十岁 你会不会成为马银呢 可能会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个外星人出现了 直接把一大堆的房金砸在你头上 把你砸死了 你就成为马银了 对吧 是不是躺平也可以获得 像马银的命运呢 可能会 但是我更坚信一点是什么呢 即使最终你赚到像马银那样多的钱 但是最好也是通过 你不断的去奋斗 去努力 去开公司 去从事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 而得到这个结果 哪怕命运真的像算命先生那么对 我们也不一定要去听 而放弃了自己所有的努力 不管命运是真或者假 我们无法抑制 也无法抑判 但是人生每一天是你自己在度过的 我们人生只有七十年 你每天其实都在花的是你自己的机器 对吧 你一天花过去了 你一天就没了 那么你完全有权利 或者说有能力 决定自己每一天要不要过得有意义 算命先生可以告诉你 你三十年之后成为马银 但是他不会告诉你 现在你每天应该怎么过 或者用什么样的生活去过 从你现在到三十岁这样的时间 如何让你的人生过得有价值 有意义 而且充实 而且到了老的时候回忆起来不后悔 这个算命先生告诉不了你 到了三十岁之前 不管通过任何理由就得到 三百个亿成为马银那样的人就有意义了吗 还是通过你自己不断的奋斗 然后赚到马银那样的钱才更有意义了 这个你自己可以自己做出判断 所以呢 算命这东西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娱乐 当成消遣 听听就好 哪怕它对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新闻 那个马银经常会跟一大堆算命先生算的 玩得很好 有一个算命大师王灵 还曾经是马银的做上课 但是你要告诉我说 马银相信王灵大师的话 然后一切都是按照王灵的安排去做的 然后才做成了支付宝 淘宝 我是一点不相信的 我相信人类所有的政治家伟人 一辈子肯定多多少少都遇到过算命大师 但是他们依旧决定掌握自己的命令 而不会说算命大师说了什么 你这次出去打仗 绝对失败 然后呢 就到战场 你作为将军 算命先生这么说了 难道你是带着一大堆士兵直接投降吗 不可能啊 对吧 任何金世家 我们可以看到三国演义里面 好多的金世家 听了这个算命的 大家在打仗之前 都会算上一挂嘛 很多的挂项 三国演义里面就有 直接就大凶啊 那些军队 不管是谁带领的 难道会直接不打仗吗 没有 一个也没有 从曹操到诸葛亮 任何一个政治家 金世家 哪怕得到最坏的命运 哪怕知道自己肯定马上就要死了 在他们死的最后一刻的时光 他们依旧在战场上作战 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 对吧 命算好了 但是呢 你算你的 你那是算命先生的工作 我尊重你 我人生该做什么 像诸葛亮明明知道 自己在武藏延会死 那么呢 我依旧积功尽脆 死而后遗 我不会说 我得到一个不好的命 诸葛亮得到一个不好的命 然后呢 北华中子 我回成都 养老 休息 诸葛亮会这么做吗 肯定不会啊 算命先生的命运呢 在人类的理想 心灵的坚持面前 那简直就像福音一样的 不值一提 诸葛亮直接就把算命的那些什么想法直接当成插屁股子扔了 他该北华就北华该死在武藏延他依旧死在武藏延 哪怕一言都是准的 全是对的 但是我依旧要死在武藏延 我依旧要坚持我的北华 所以呢 对真正自由而强大人 算命或者不算命意义都不存在 不管你算得准还是不准 永远不会改变我的任何的人生劫策 明白这个道理吗 所以呢 你们去相信算命 然后热终于讨论有什么意义呢 这只能证明你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人过 你把自己当成什么呢 算命先生实现他一言的一个数据 你的一生呢 就是会按照这个算命先生的一言结果 所以呢 什么也不用做了 是这样吗 确定是这样吗 假如你不认可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 你应该认识到的是什么呢 无论命运在我面前展示多么真灵的面目 我依旧带着微笑 带着我的所有的努力去开辟属于我个人的世界 不管我的理想在别人的面前多么不值一提 哪怕我是说破烂的 我的理想就是成为 北京 这条街最伟大的 垃圾牢 这也是我堂堂正正的理想 我终其一生 我就是要承包 这条街的破烂 没有人能竞争得过我 这样堂堂正正的活着不好吗 这样子 充满激情的活着不好吗 然后你要接受算命那一套 你就想哎呀我努力了一辈子 我最多也就是收完这条街的垃圾 我这辈子就是这么完了 我这辈子就活着很卑微 我这辈子就专门处理好这条街的垃圾 对任何人都没有意义 我这辈子就这样毁了 完了 同样一件事情 你的心灵状态不一样 你得出的结果就不一样 你享受的快乐就不一样 那么你是快乐度完 你一生的上进的度完你一生的 还是淒淒惨惨的 相信了算命 然后去当你的垃圾佬了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选择